一箭穿心这个词通常用于某些夸张的武侠小说 虽然这个词更准确的来说是一箭穿心 但是本质好像没啥不同 都是命中要害刀刀致命 但是你肯定没看过如此惨烈的一箭穿心现象吧 前些天一辆路虎被一根长钢管 一箭穿心吃货可怕了好在没再出人命 这也让网友们纷纷说扎心了老铁 前几天国外有一辆路虎车主由于酒后下车出了车祸 一大根长钢管从他的前面大灯那里横刀直入 插到了尾灯才出来 还好这是在外国人家的方向盘在右面 驾驶员没出事 只要是驾驶员在左面估计直接拉紧车就行了 去护车也不用叫了 究其原因既然是这位土豪车主酒后非要开车 结果懵懵懵懵的就撞到了路边的防护栏 好在钢管插在了左面 不然三分钟小命就没了 果然酒后驾车真的是不可取呀 而这个土豪开的车也不是什么普通的车 是一辆百万的路骨懒胜 这车子推出了有十多年了 价格一直都这么高 六位数 这不知道这个土豪的内心是啥想法 这个贯穿商 好好的运动版懒胜都废了 那可是行走的人民币呀 土豪大哥们 你的心真的不会痛吗 看完这报道 小编和网友们想说的都一样 扎心了老铁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样采通的教训 相信这个大佬以后一定会记得 By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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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